點八尺雞的蔥油完成 大家好 歡迎收看張媽媽廚房 點雞的蔥油做法 材料有薑和蔥 這次是白蔥和很幼 應該不會太香 所以加了一粒紅蔥頭 在朋友吃了薑蓉 加了一粒蒜頭 味道也不錯 所以特別介紹給大家 裡面當然是鹽、蠔油、麻油和沙薑粉 稍後會灑點熟油 所以需要油 現在跟大家示範一下 將它磨成蓉 如果有些朋友沒有磨薑的效果 如果喜歡薑味較重 就多一點 這裡剩下很多老薑和雞 不要放進去 不需要太多綠色的部分 主要是用蔥頭的香味 拌勻 將它剁細 切成一顆 蒜頭 如果有些小粒的蒜頭 可以把蒜頭剁細 也可以 這個紅蔥頭 切細小 把它切成小 用蔥頭的香味 先拌勻 1茶匙沙薑粉 鹽1茶匙 蚝油3茶匙 味道鮮香 半茶匙 攪拌均勻 油煮沸 2湯匙油 炒至熱 把薑和蔥的香味 白切雞的蔥油完成 和以前的蔥油的香味不同 因為有蒜香味 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很不錯 我頻道內還有其他食譜 還有糕點 其他菜 歡迎上去瀏覽一下 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頻道 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鈴鐺 到時我的生意就會通知大家 還有Follow我Instagram和Facebook 多謝大家今天身體 下次見 拜拜 咦 菠蘿包 大家有沒有上去我頻道 參考菠蘿包的食譜 記得多看這裡 因為我發託 名字幕提供 有數字幕提供 一定要擁有 所有的家人 要看攝影師 為甚麼 我們要看攝影師 呢